在金门 包装材这一类干净的保力龙 是直接进入正工所的回收体系 压缩成钻 减少体积再运回台湾 但充满杂质的海费保力龙 进不了这个系统 经过我们热龙之后 它就变黑 所以它变成没有利用的价值 所以造成就是 即使我们捡了很多的海漂的保力龙 也没有驱出 因为运费高于处理成本 海费保力龙一直堆在掩埋场 今年六月 一个特别的货柜抵达金门 两家民间企业与金门县环保局联手 希望将海费保力龙回收再利用 我们把这边需要减容的一些相关的设备 都放在这个货柜里面 那他们当地的保力龙 就可以在现场这边做处理 直接把保力龙体系很大 这个问题所解决掉 我们在整个的运输趟次来讲的话 我们有计算 大概就是降为原来的十分之一 把海费保力龙放进货柜之前 要先清除网子 沙子 磕壳等杂质 体积太大的保力龙也必须切割成小块 那我们的减容货柜 一天操作七到八个小时 也就是可以把这五百公斤的保力龙 融融掉在我们农季里面 一顿的乙酸钉质有机溶剂 一天可以处理五百公斤的海费保力龙 那这部分融解完之后 后面有凉层过滤层 虽然我们尽量减少杂质 但是它本身还是会有少量杂质存在 那我们会到后面的反应槽里面 让它去做沉淀过滤的功能 这些融入保力龙的有机溶剂 能透过蒸馏的方式 把剧本乙烯分离出来再利用 这是那个保力龙再生后的 剧本乙烯再生量 这个PS再生量 这个一袋呢 差不多重差不多400公斤到500公斤左右 那换成保力龙来看的话 10吨或是两侧的量 那最重要不是只有成本的问题 最重要它是一个循环经济的概念 从一个废气 没有用的一个环境负担的一个废气物 进而慢慢的经过提炼萃取 这个对于循环经济减碳 这个都非常有帮助的